我告诉你哦,香蕉这样做,口感酥脆,小孩都抢着吃,香蕉去皮,找一张不听话的手抓饼,放香蕉卷起,切成小段,放入空气炸锅,沙蛋液,撒黑芝麻,180度10分钟,这样做的香蕉外酥里糯,好吃到没朋友。 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小甜品,草莓牛奶布丁,做法很简单,草莓洗干净,500克牛奶,20克糖,40克白凉粉,一起搅拌煮开,关火放草莓,放入碗里放凉就成了草莓牛奶布丁了。 香甜可口,赶紧试试吧。 周末孩子放假做这样一锅乳味,好吃到连骨头都不剩,锅底放葱酱,10块钱的鸡翅鸡爪,没有孔的莲藕,小鸡蛋,干辣椒,一袋卤料包,盐,冰糖,生抽,老抽,一勺黄豆酱,一瓶82年啤酒,加清水末过食材,按煮饭间焖煮50分钟,软烂入味,超级好吃。 万万没想到只要一个红薯,就能做这么多外酥里糯的红薯丸子,听声音就知道多酥碎,树上摘的红薯切薄片上锅蒸熟,加白糖压成泥,加糯米粉,揉成光滑的面团,搓成小圆球,先沾清水,再均匀的裹上芝麻,油温四成下锅炸,炸至丸子飘起,外酥里糯一上锅就想光了。 只要你学会了这个自然牙签肉,你老公就再也不出去撸串了,五毛钱鸡胸肉切小块,加葱姜,料酒,生抽,老抽,蚝油,盐胡椒粉,淀粉,抓匀腌制20分钟,牙签开水烫一下,穿上鸡胸肉,六成油温下锅,炸至金黄捞出,蒜末炒香,下入鸡胸肉串。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烧烤料,翻炒均匀即可。 喜欢吃这个菜不?喜欢的话我给你整点过来,要不要的,啊? 将面片撕开,切成小片,油热打两个鸡蛋炒散,下火腿,冷面片,少许水,自带的冷面酱,翻炒均匀,放洋葱,香菜,撒上黑芝麻,简单又美味的烤冷面就做好了。 你们看,我叫做辣椒面,安逸不?今天的新大只做的辣椒面哈,搞出来吃不,安逸得很。 巴鲨鱼你只会用来做水煮吗?试试我这个做法,麦苏里嫩,五毛钱一斤的巴鲨鱼,切成块,放葱姜,料酒,盐和胡椒粉,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,挑出配料,打入一个鸡蛋, 放一包小酥肉专用粉,抓成我这个样子,加一勺食用油更加酥脆,六成油温下锅炸,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,外酥里嫩,非常好吃。 外面68一份的黄焖鸡,原来是这样的。 汤汁拌饭,三碗米饭都不够吃,做好的鸡肉冷水下锅,加料酒煮出血沫捞出,倒入砂锅中加葱姜,配菜土豆和香菇,再来一袋黄焖酱,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没过食材的清水。 小火炖20分钟,最后撒上青红椒出锅,这样做的黄焖鸡要是不好吃,欢迎你全家人来打我。 真正的红烧肉其实是不用加一滴油和水的,焯好水的五花肉放入砂锅,加鸡纯淡,葱,姜,一包即能上色又能调味的红烧料。 啤酒可以增香软化肉质,扣盖焖煮50分钟即可,这样做的五花肉软烂入味,三碗米饭都不够吃。